又來到我們馬來西亞人吃雞的好時節了 不要誤會我,我是沒有針對任何人的 我只是覺得這幾天大家為了追大選應該也很辛苦 好像我自己這樣,在開票那晚是stay到早上4點等成績 而過程為了自己不要睡著,我是吃了很多薯片和很多巧克力 所以今天做這個,我答應了大家很久的雞胸 是希望大家可以eat clean eat clean真的很重要 就是人會精神一點,可以瘦身,皮膚會漂亮一點 鮮濕濕的雞胸怎樣可以變好味呢? 雞胸肉,sorry,我沒有洗了我的頭皮蜜汁,因為我覺得很帥 打開一些摺位,用盒子裝著它,加水 落大概1-2匙的鹽 放在冰箱3-4個小時或是隔夜,這樣就搞定了 倒了一些水,加少許黑胡椒粉,Paprika粉 來到麵粉這個位置,很多人都說,哇,麵粉會很肥的 我做法就是會用餅罐,然後包一個石紙 上面再用叉叉幾個洞 這樣就可以很容易控制到麵粉的量 少許你不用整盤整個雞咸下去,好像炸東西一樣 少許而已 放雞肉,美麗的表面向下 這個雞胸肉想跟大家分享一個3-2-1原則 美麗的麵就是第一面,煎3分鐘 然後反面,煎2分鐘 蓋蓋1分鐘 但我又試過用不同的爐去實驗這個東西 如果你的火不夠穩定的話,基本上3-2-1是不夠用的 所以你可能需要用到4-3-2原則 那怎樣斷定你究竟需要用4-3-2還是3-2-1呢? 反一反它 如果3分鐘看到這樣,是硬的就3-2-1 如果還是軟軟的,讓它煎1分鐘就4-3-2 最後1分鐘,蓋蓋 水氣就開始焗熟雞胸肉了 夠了,開蓋 然後我放著它,不要動,10分鐘 雖然關火了,但現在它裡面的熱在暈行著 它在自我烹飪著 所以讓它休息一下 之前我也在Instagram問過大家,家裡有沒有Avon 有沒有烤爐 那我自己做過煎Pang的Vision和Avon的Vision 其實結果不是那麼大差別 如果你喜歡用焗爐的話,要怎樣做呢? 煎2分鐘,還是要煎先 煎2分鐘,反面2分鐘 然後整塊雞肉入Avon,10分鐘,120度 這樣就完成了 等它自我烹飪的過程,就可以準備配菜了 這個是我自己很喜歡用的配菜 之前我不是跌腳的,很多人都推薦我吃這個 因為它有天然的膠質 對於皮膚,對於腸胃,是很多好處的 為什麼我說它這麼方便呢? 因為你只需要切小顆 然後如果你可以接受到微波爐的話,就蒸它2分鐘 如果你接受不到,可以蒸 蒸大概3-4分鐘 然後你可以加鹽,或者是趁勤力吃 勤力吃雖然它會更鹹,但其實它的酵素是很有營養的 好了,吃飯 可以看到肉是很嫩的,然後很鬆的 嗯... 其實吃雞胸肉真的很快瘦 真的很多汁 為什麼要吃雞胸呢? 因為雞胸是出名高蛋白質,但低脂肪 再加上雞胸是沒有GST的 比較划算 但其實GST我本人真的不是那麼反對 但關鍵就是你收了我的錢之後 又沒有做建設 這才是關鍵 話說話有一件事我真的想不明白 有什麼媽媽會壞到連自己的女兒都會掃臭自己的 不明白 這幾天馬來西亞人都很開心 因為我們有新手相 但我自己最最開心是關於政黨輪體這件事 我看劉德華最近表現多好 我可以去看看演唱會 最近黎明有多不錯 我可以去看看電影 沒理由說我會跟你說不行 你沒得選 你只可以看我的東西 但其實政黨輪體這件事 是民主的基本步 而我們用了60年去行這部基本步 雖然這樣說 但在民主的發展上 一小步就是一大步 所以我都覺得不理想不理想 因為他講完 不變實死 變絕使有希望 吃完 祝福所有媽媽西亞朋友 自己之後 有口好吃 在生活中 我們在生活中 有不正常的 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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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 给我一件事很重要的 我没有吃烤烤 我没有吃烤烤 然后当我吃 我吃不太多